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辭世之後 相關的繼承王室也都來進行了 繼承的人就是這個查爾斯三世 那麼他現在卻被林梅預言說 很可能這個在位的時間 最多最多只有三個月 為什麼呢 其實他過去的爭議就蠻多的 包含像是干政的議題 或者是他的這個非文的議題 那當然接下來如果真的 這個預言成真的話 這林梅也提到說 這王位會傳給威廉王子 雖然說這做法可能會引發憲法危機 但是威廉最終會成為最偉大的國王 那麼現在大家也很關心的是說 這個英國女王 他留下來這些遺產 到底有多少呢 其實淨資產估計只有3.65億英鎊 相當於130億台幣 那查爾斯繼承了女王的遺產 注意到其實他不用繳這個遺產稅 為什麼呢 因為財產局是以王室投資利潤 15%為君主撥款的 而現在凱特也被封這個威爾斯王妃 這等於是代妃之後 首度有人接下了這個頭銜 凱特自己就說 他很欣賞威爾斯王妃有關的歷史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